电剧人动画第一季终于迎来了大结局 逐渐失去意识的秋葵想起了他的姬野前辈 当时两人坐在一家餐馆 姬野喋喋不休地让秋抽一口蚊香 因为他有预感两人能相处好久 所以好希望秋能陪自己一起抽 看着姬野撒娇的模样 秋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 并表示这辈子只会抽这一根 于是姬野开始从口袋寻找打火机 秋则抱怨姬野居然叫未成年抽蚊香 真是个差劲的前辈 听此姬野惊了 万万没想到秋还没成年 于是他又把蚊香要了回来 说暂时保管在他这里 等秋变成大人想依靠别的东西的时候 自己再把他还给秋 不知何时 秋挣脱了幽灵恶魔的大手 他痛苦地趴在地上喘着粗气 使尽全力坐直身体 一个拳头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而随着手指的打开 里面露出了一根蚊香 秋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 他缓缓起身朝着前方走去 姬野曾说过幽灵恶魔没有眼睛 因此只能看到恐惧的心灵 而此刻秋的心灵没有了丝毫恐惧 有的只是无比坚定的复仇之心 所以幽灵恶魔完全感受不到秋的存在 他走到幽灵恶魔的身上 干脆利落地斩下了他的头颅 蛇女见此惊呆了 准备召唤大蛇应战 可不知何时小红已经持刀架在了他脖子上 与此同时另一边 电刺和帕瓦正在乘坐电梯 刚到七楼时电梯门突然打开 一堆僵尸出现在两人面前 帕瓦见此双手凝聚出血刃就冲了出去 而电刺却一脸无奈地选择了跑路 等电梯门再次打开 映入眼帘的正是刀魔和他的两个小弟 可刀魔见到电刺时却反常地要求先谈一谈 他们打算根据电刺的态度判断要不要投降 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想平息心中的愤怒而已 说着刀魔便质问电刺心里难道不愧就吗 明明杀死了自己的爷爷却不去赎罪 电刺则表示他的爷爷变成了僵尸 所以自己才会杀了他们 听此刀魔还想道德绑架 因为就算电刺说的都是真话 但僵尸原本也是人类 就连自己成为了刀魔后失手杀了僵尸 晚上还是会彻夜难眠 如果电刺还留有一点人类的良心 就应该乖乖被他们杀掉 电刺听后当即选择了拒绝 两人同时变身一路打到了楼外 随后落到一节火车之中 乘客见状纷纷逃走 但是依然有个女人因为害怕没有逃跑 为了保护女人 电刺只能原地挡下刀魔的攻击 为此电刺被砍断一条左臂 看到如此血腥的场面 女人慌乱逃出车厢 还不等电刺反应过来 刀魔的又一次进攻将她的右手臂也斩落在地 战刺耳达 战刺耳 死の前に謝罪 战刺耳达 战刺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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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傲人 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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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丁寧に頭狙ってくれてよ 犯罪なバーク 爺爺に怒らなかったか? 獣が狩人の言葉 信じるなって 刀魔再次醒來已經被綁在了火車上 這時電刺走來對他說道 你殺了雞野前輩導致世界上的美女又少了一個 可是你卻毫無悔意 就算你吃一輩子老犯 自己也感覺很不爽 刀魔聽此嘲諷電刺只是公安的一條狗 除了在這耍嘴皮子對自己什麼都做不了 電刺聽後思考片刻 決定現在來舉辦一場大賽 正好邱也趕到了這裡 早川の先輩も参加するか 最強の大会によ お前は何を言ってんだ こいつは姫の先輩を弾で撃く だからこいつも弾を撃たれるべきだろ だから大会を開く お互いにこいつの金玉を蹴っていって 警察が来るまでに一番でけぇ悲鳴を出させた奴の勝ち 正気かお前 丘聽後無奈地蹲下 他們的工作是抓到這傢伙而不是公報私仇 就算做這種事 姬野前輩應該也不會高興 說著丘又拿出了那根蚊香 思考片刻後 將蚊香放入口袋緩緩起身 勝ったら何くれんだ へぇ それはもちろこいつの玉金よ 待て待て 姫野前輩 聞こえるか 天国まで聞こえるか 俺たちから反対の 任務過後 馬奇馬來到上層彙報工作 這次恐怖襲擊的元凶名叫澤度 他曾是民間的惡魔獵人 與槍枝惡魔締結契約後 將槍枝私下流通給了黑道 作為交換的條件 似乎是想得到電刺的心臟 但沒等馬奇馬問出原因之前 澤度就召喚大蛇自殺了 而這次的行動 他們從大樓內部回收了1.4公斤的肉片 加上原來收集的5公斤融合以後 肉片終於朝向本體開始移動 大戰過後的帕瓦三人在家中慶祝 吃飽喝足的電刺又夢到了那扇大門 字幕者們一位 靈媚一個通知 電池 絶対に開けちゃダメだ